前臂,不要用肩膀,用掌心的,不要向上,手腕 手腕不就好多了,押,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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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押,推,押,推 押,推,推,押,推 押 Wiringzii 大家好,又是我Coach 있고,今天又回来一个街场 不過今天很冷 很大風 我們今天就講上次講過的 上次Coby的影片我們講過一次 我會再講1.5Motion 今天我們就是講這個1.5Motion CM平時我們會一起去不同地方教一下波 今天我們的主角是豪哥 豪哥會直接試一下1.5Motion 和2Motion和1Motion有什麼分別呢 首先我們必須要知道1Motion和2Motion的分別 1Motion是什麼 下上用核心用腳力小手臂 2Motion後前 其實你最主要看這兩個力量的分別 你會清楚很多 因為如果你真的分一個動作 上次講2Motion的時候 有很多人看片說 感覺不到我1Motion和2Motion有什麼大分別 2Motion的力量 示範一次 2Motion的力量 幫我握一支波 2Motion的力量是後而前的 後而前 明白嗎 即是我們的拋物線會比較平些 後前 會比較適合針雪的 跳起壓停射出去 1Motion 我們這個動作不是向上跳 我們是向下壓 然後向上彈 是記住我們下上 我們是下而上去射出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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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多一遍 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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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指指前 下上 用手腕 明白嗎 當我控制PALMA線高一點 你會看到分別 好了 1.5Motion會是怎樣 首先我們要知道 1Motion有什麼不好 阿豪先示範一下你射的1MOTION 再射一球,不要緊,球,球,球,認真射的,射3分沒問題 射3分,準備,球,認真的 Good Shot,再來,球 OK,好,停 阿豪的1MOTION有少少變了,少少變了什麼呢? 他開始手指抓回球 你一抓球,你會鎖死了手腕 為什麼這樣說呢?不是罰你,但是想讓觀眾知道 你試試做三下掌上眼 1,2,3,我建議觀眾都可以一起做 好了,做完三下掌上眼,停,不用起來 你試試用手指做掌上眼 好帥,很有型 哈哈哈哈哈哈,圈粉 我是沒有這麼簡單 但是是不是爛了? 認真說,沒有爛到的 厲害 這些就是異於常人 我們這些正常人,我做吧 1,2,3 哇,我就做不到 我手指做不到 所以我經常都說,阿豪哥是我妒忌的 天生異品 好了,你自己在家試試就行 好了,這個你覺得沒有難度 沒有難度 真的很有型 真的很有型 OK,那誰比較容易 這個比較容易 這個比較容易 這個對手腕的負荷沒那麼大 你做掌上眼的時候,你的用力點在這裡 我們就是用這裡 去控制頭腦 明白嗎?去控制 這個為之手腕 同樣,你剛剛有一點點握住了 你力量很強 你見到你剛剛真心的那個力量很強 但是,你對你的手腕是動不了 因為手指用了力的時候,你的手腕很難動 明白嗎?所以,你用手指抓住的話 就會比較是2 motion 明白嗎?你剛剛那個動作 我為什麼說他射三分的時候 變了就是他有一點點握住了 你試一下用這裡去控制 對,試一下 力量是不是馬上大了 不過,你最近很勤力做體能 我覺得你大力了很多 所以整個動作關了 再射 再射 放鬆 這球可以 第一,我們要在這裡控制 第二,有很多人會變成肩膊用力 肩膊 會射球會變成這樣 肩膊用力 肩膊用力 如果你射球用肩膊用力的話 那個力量會大到這樣 可以很大力很大 為什麼說就是有些人很難控制自己的力量 就是1 motion的時候 他會發覺會這樣 因為他全肩膊 肩膊的話 那個球是高到 好像一個穿梭機 可以一隻火箭向上飆上去 你控制不到那個球 明白,記住我們1 motion的時候 是用前臂的力量 我們重點是什麼? 是壓下去下上 壓放鬆會彈起 不是跳起 不是跳,壓彈 壓彈 並不是跳 兩樣東西來的 我想你做的核心力量就是 記住你不用用手 你都跳得起 明白嗎?不要用手去搓 你試一下不用手去搓 舉定手在這裡 壓彈 然後記住我們就是壓彈 前臂 這個就是1 motion 明白嗎?壓彈 前臂 試一下豪哥 他很厲害 真的忍不住 重心喊他 重心喊他豪哥 再來 壓 對 再來 感覺到嗎? 這個就是1 motion 壓 對 好 連入3球 但是1 motion最麻煩 兩樣東西 第一 肩膀 你避得開肩膀已經完成了一半 第二部分就是避不開 是什麼呢? 手指弓 這隻手指弓 為什麼你剛剛會脫手 知道為什麼嗎? 你經常脫手的原因是你有錯誤的概念 我們人的潛意識就是這樣 你不想這件東西脫 你會怎樣? 用力捉住他 所以你女朋友走的時候 你會怎樣? 用力捉住他 還沒走 他有女朋友 通常都是這樣 不要走 你不會很勢力 不要走 一定是很用力捉住他 你同樣 你在射球的時候 每個人正常 除非你是一個職業球員 或者你有很龐大的經驗 但是對一個經驗不多 初學者來說 去到比賽的時候 難得接到球 你緊張的 緊張那一刻你會怎樣? 握住球 一握住球的時候出事 看著 我們這隻手 很少人可以握住球 對不對? 好了 五隻手指 你認為哪隻手指最大? 一定是這隻 你就是這樣脫手 為什麼有些人落完碗之後 會握住 就是因為你手指弓 當你出手的時候 微微推脫了 微微 球變成這樣推脫了 變成這樣 微微推脫了 再看一次 這樣微微推脫了 你就會變成 手指會歪 形成 手指會變成這樣 你剛剛就是有少少這個狀態 落碗的時候 看著 當你一用力 你落碗 會脫手 這個我誇張了 你是很輕微的脫手 這個就是我們一動力 很容易用肩膀力和手指弓推斜 1.5動力是怎樣的? 我們會多了一個Square動作 很小的 整個動作呢 就好像哪個呢? Harden Boker 甚至是Bell 他們都有一個動作在這裡 可以射兩分 可以射三分 因為一動力量太強 很難射三分 好了 我們進入正題了 什麼是1.5動力? 記住力量一樣是下上 不是後前 後前是2動力 下上是1動力 1.5動力是有一個2動力的Square動作 加下上的力量 都是下上 都是推 第二 波不會去後面 記住不要來這裡 在前面 但是我們的出手點就不是在右邊 我們會在正中間 波拿在哪裡? Square 我們傳統學Square的時候 瞄準你的波放在哪裡? 放在這裡 放在右邊 右邊是最容易用肩頭力的 波在這裡 所以用肩頭力 為了避免這個情況出現 尤其你打NBA那班 黑人 那些力量特別強那些 他們為了避免這個情況出現 他們會把波上次有說過 他會把波放在左邊 左邊的哪一處呢? 記住 對著鏡頭 對著鏡頭 對著鏡頭都說今天你是主角 左手直的 左手直的 差一定在身外邊 右手 放在這裡 這個角度 OK 就是1.5M的起手 你的手放上來的時候 看著 你應該拿上來 兩隻手指在眉心 眉心 眉心 你會變成這樣 OK 明白嗎? 推出去 是不是很直 是不是很輕鬆 再來 左邊 壓 微心 是不是很順暢 再壓 繼續 壓 壓 對 直了很多 是不是 再來 繼續 因為這個動作繼續射 有些什麼好呢? 就是你所射的地方 就是你望的地方 這樣呢 會比較更加容易看到自己 直 還是斜 OK 第二就是 因為那隻手放中間的關係 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動作 為什麼要放左邊 當你放左邊的時候 一 你用不到肩膀力 是不是? 力量是不是減低了少少? 立刻減低了少少 你用不到肩膀力 你的力量不會那麼大 明白嗎? 除了你要射超遠的 這個第一 因為用肩膀力我講過 很難控制到的 第二 就是 你當你敢拿球的時候 手指弓 用不到力 過不過? 對呀 你找不到球 你是不是沒有想過找球 對呀 就是這樣 你手指弓用不到力 因為你會變成左手拿球 這個是一個重點 我講過很多次 在one motion裡面 左手舉起 右手推 記不記得? 但是做不到 大家 記得還記得 我可以控制到自己 但是大部分的學員 在我眼見的話 是很難控制的 但是這個姿勢1.5 它可以幫到你 改善這個情況 你會用左手舉起的球 右手投籃 明白 經常一樣 壓 但直的推出去 對呀 好 再來 放鬆一點 再來 壓 壓 彈 好了 第二部分就是 不要緊 炒不要緊 因為你還未熟 第二部分就是 很多人會問我 MBA每個人都會歪這邊 是不是? 二三十度 我講過很多次 這一部分每個人不同 但是我先建議你 左腳對著它 先 你身對正了 明白嗎? 然後你一搭的時候 你不是右腳對著 寬中間 你個人都會歪的 我講過很多次 你一搭這一步 你便會歪的 明白嗎? 你最後都是右腳對寬的 寬中間 左腳對圓圈的最左邊 搭 我就歪了二三十度 每個人都會歪 我講過了 因為為甚麼 為甚麼 左右手肌肉不會完全一樣的 你一定有一邊大力 明白嗎? 好了 試一下 阿豪剛剛 鎚伸了出來 這個會變成傳統 你一拿起的時候 會太貼身 會向後反 明白嗎? 記住 那個球在前面 前面 對了 壓 推 Good 一 再來 Go 壓 推 2 Go 壓 壓 推 再來 三 壓 推 再來 Go 快 快 壓 推 Go good shot Good shot 是否簡單了? 你記住還有另一件事 你沒有用手指力 你是好控制很多 明白嗎? 第二 記住我們這個射法哪隻手指控制這個球 知道嗎? 手指 這個會用回手指控制的 手腕和手指同一時間用 我們記住 我們呢 盡量用這兩隻手指去控制球 明白嗎? 這兩隻手指 如果你不想抓住球 這兩隻手指合起來就可以了 劍子 你一合起來 它就是手腕來的了 明白嗎? 你一合起來 你就不會用手指力抓住球 明白嗎? 這裡 這兩隻手指合起來 合起來 彈出去 明白嗎? 下場 再看一次 不用那麼久的 摺壓彈 你剛剛射得有點久 明白嗎? 不要想 記住 左手左腳整一條直線 對了 中間出 壓 左手指 中間出 這樣 明白 波 記住跟one motion一樣 壓 出 明白嗎? 盡量都是這樣 CM和阿豪試一下 剛剛阿豪再問了一個問題 右手放在哪裏 波的頂部 左手指前 記住 看清楚 指前 右手在這裏 屈腕接波 記住 用這裏控制 掌上壓位 好 你便形成了一個 波桌 我稱之為波桌 你會被波坐低了 它會完全貼合你的手 舉起 不要射 舉起 它坐得很舒服 你會拿到波的正中線 如果你放在這裏的話 這兩隻手指 控制波 明白嗎? 前臂出 手指向下壓 Go 壓 Good shot 再來 壓 左邊 對了 記住 出手在中間 人不要去左邊 人不要去左邊 記住是下上 只不過那個波 記住 人都是下上 那個波在左邊 那個波在左邊 令你不用肩膀力 令你避開手指弓 但是出手的時候 你會在中間 前臂伸直你的波就直 Good shot 是不是很輕鬆 不要中前 你慢慢向前 停 同樣 因為他未學過 他遇到的問題 跟你一模一樣 你慢慢就會變回後前 這個是很容易犯的 一件事可以令你忘記 向後前 下上 你一定要下爬向上看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下爬向上 下爬向上 右頭到尾向上 對 拉後的腳 對 壓 感覺到嗎? 下爬向上就直 不要向前看 下爬向上 下爬向上 對 Good shot 停 抓住球 有一點抓住球 下爬向上 記住 手指向那邊 不好意思 下雨 Good 1 Go 入五球 再來放鬆點 前臂出 是不是 是這麼誇張的 不是這樣 記住剛剛阿豪變了有一點點向前 不是這樣 是直接是變成這樣向那邊 當你放這裡的時候 看著我現在向這邊 直接接近一個T字的 大約的角度就是這樣 每個人你可以兩隻手指放在中間微心位置 OK 你其實放回來 不是動這裡 放肩膀下來 你就應該是這樣 然後在微心前臂出去 再來 下爬 記住 下爬這個位置 很重要 對溫度1.5 你要記住 每個人 用得1.5的人 你看到頭不會這樣曲 而我們現在最大一個問題 大家打機用電腦 你上班的習慣都養成你這樣糊 明白 下爬先向上 下爬先向上 再來 下爬 明白嗎 你會順回很多 再來繼續壓下去 下爬向上壓 對 你開始越來越勢力了 下爬向上壓 下爬向上壓 差爬一點 再來最後一球 來 最後又回到 CM試試 最後又回到 你覺不覺自己 不覺是不是 不行 你一定要 我們是要訓練的 其實我已經在研發 認真的 研發件產品 一條背帶是會關於頭腩的 其實現在已經在開發 我都期待 做出來之後 應該可以大大幫你 改善我們 亞洲的水平 因為 現在大家射不到三分 那個問題 不是你力量不夠 是你整個身曲了 你曲了 永遠都射不到三分 因為你的胸口 永遠都向前 你重心永遠都向前 你永遠都射不到上去 明白 我們要用CORE的第一點 你要直 你不會見到一個 用我們中國功夫 任何武功 我可以稱之間 任何武功 都是直腰 直腰直腰 不會有人污 有的 有的蝦武功 不過我又未看過 即是未看過 有人打蝦武功 好 再試一下 因為今天 那個命進率 不好意思 雖然好像很假 但今天是極大風 而且現在其實下雨 所以阿豪其實很準 我都射不到他的水平 再來 前一點手臂 記住 這裡是錯的 記住 這裡 中間 放下來 你應該是這樣 手指向那邊 手指向那邊 推 前臂 不要用肩膀 Good Shot 再來一個 記住 記住 兩隻手指合起來 會比較容易 你用掌心的 不要向上 手腕不要向上 向下為主 向下為主 這次是 你手腕不是好多 CM是不是 你手指向上 放這裡 明不 再來 放下 掌心向下 對 不同 這一是二 motion 再來 球 對 對 Good 你會見到 其實CM剛剛 第一次可以掌握了效果 但重點 just one motion, 手指向上 我們是直接只要臂 Rush 但是在1.5,我们先掌心向下 你會放下 one motion的慢一下 你會還反更穩定性,也能控制 因為加快ed fica16分 你多了一下描揽的話,射球其實比較穩定 多了一下 其實這個動作我個人試過阿豪認真mark我 其實這個動作就是,因為跟以前基本上是一樣的 你都是下上出的 明白嗎?因為如果你都是下上出的話 你不會說差很遠 因為我們記住那個力,我們都是下上的 核心,step back,明白嗎? 你一樣是射到球 而且會更方便的一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正常呢 左邊,step back 如果在右邊手,難射一點 在左邊的話 但是現在你放左邊的話 我來這裡射呢 其實會再順一點和快一點 但是記住那個力量 千萬不要變了後前 明白嗎?這個是後前 記住,我們壓下上 同樣都是下上的 再來多球 記住,是壓 step back 下上 明白嗎? 下上出手 下上出手 球在左邊 這裡 壓下上 可以不可以? 今天都在下雨 可能我們今天這麼大壇 今天就拍一條片 多謝大家 今天我們再拍1.5 怎樣幫到大家 希望下次阿豪可以進一點 其實今天都不差 5中4、5中3 我會繼續幫他們練好一點 記住1.5Motion 我個人認為是更合一個前後距離可以打的距離 明白嗎? 要是我們亞洲人打的比賽 先不說職業 因為沒有職業的人看我的影片 你不是職業打業餘 你打聯防為主 你打聯防的話 你沒有需要這麼趕時間的射球 你用1.5和1Motion 非常接近 多了一下在這裏 1都是下上 你出手都會漂亮 這一個月 教學生之後 我發覺大部分人 對1.5Motion的掌握力 比1Motion更強 拿走1Motion的力量 下上 明白嗎? 留2Motion的穩定 明白嗎? 1Motion很省力 2Motion你可以射到中距離 1Motion射不到 1Motion你要Folter 明白嗎? 我們要把2Motion合併 留一個最適合自己的打法 行不行? 不用盲目跟著別人 其實就算放在左邊 即是我們遠距離 只要舉低一點 一樣可以出手 差點進去 今天完 對 對 YES YES GUL